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君子兰叶片长歪斜的我们的矫正方法 那么可能会有花友发现一个君子兰叶片如果歪斜非常严重 采用这些矫正的方法呢 其实效果不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呢需要的时间非常的长 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让这个歪斜的叶片尽快的矫正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上这个遮光破叶法 什么叫遮光破叶法呢 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 比如像我这一个君子兰的叶片 它是往这一面 生长的就是斜着长的这一面来了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遮上三面的光 哪三面呢 也就是它侧边的这两边 然后还有它歪斜的这一面都给它挡住 然后呢 让这个光啊从后面这一面然后射过来 那么植株它的叶片呢是有这个相光性的 它就会往有光的这一面来生长 那么叶片的话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得整齐了 但是如果想要效果更好的话呢 大家注意我们最好就是把这些叶片啊 就是这些正常生长叶片呢 可以给它用这个黑色的塑料袋啊 或者是一些不透光的东西把它遮住 然后只把这一个叶片把它见光就可以了 让它往这一面生长慢慢慢慢的 它就会恢复原样了 使用上这一种方法的话呢 不仅效果特别的好 而且使用时间也是特别的短 那么大家如果发现你的君子兰 我大概有几片叶片 或者是一片叶片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可以采用这种遮光或叶法了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